Hallow 大家好! 最近內地網絡傳出匯豐香港 從8月1日起 將會暫停向非香港居民批出信用卡 主要是與大量內地信用卡客戶走數 即是不還錢有關 有必要以往的扣帳卡 現在內地居民在匯豐香港開設個人戶口之後 只要傳入一定金額 就可以申請一張匯豐信用卡 不需要額外的資料 開放信用卡方面 他們在境外消費 現時內地網絡上流傳的消息指 說匯豐從8月1日起 將會暫停非香港居民申請信用卡 懷疑與不少內地客戶 如其不還款有關 就這個網上傳言 有媒體曾向匯豐查詢 但暫時未有回應 匯豐香港區財富管理及個人業務主管 伍陽玉宇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匯豐在首季吸納超過13萬新客戶 其中有六成是內地人 他們選擇將資金放在美元資產 鎖定較高的回報 近年的確有不少內地人 在香港開戶口 將錢搬出香港全 他們申請信用卡多了 不過壞帳相應增加多些 可能不出奇 大家知道香港信用卡 有很多優惠 有很多積分理訴訟 可以換機票 現在如果是真的 搞到澳門人 可能都申請不到香港信用卡 連登仔說 最初被人申請已經是愚蠢 只怪你自己後知後覺 以為人家會這麼老實還錢 有網民留言說 以他所知 香港很多中資銀行 都不讓內地旅客申請信用卡 如果在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 想著學生身份幾年內 他不會走你 誰知畢業就滾包卡走路 有些網民說 跟澳洲、美國一樣 留學生滾包卡買iPhone 然後飛回中國正式無仇報 這些叫做前線要跑數 上面算錯數 所以這期就糟糕了 如果是真的 希望遲些再開 最少再開給澳門人申請 好 這集看到先 看多新資訊 記得訂閱